最近我看道长的节目都是在街上边走边说 是我就觉得这就是租不及演播室 对就是演播室都让高晓松给盘掉了 走在路上嘛就是沿街乞讨嘛 不是沿街宣传 拖拖拖拖拖啊 你别说我还真的有一回 我们在街上拍东西 那我们有设置主在后头蹲在路边的 那有些大叔来收垃圾嘛 那收着收着呢 然后经过就说这还有几个盒饭 你们要不 真你们没看到我们盖的机器 我觉得特别好 其实在他们心中 干电视可能干拍摄的人 就是跟沿街乞讨 对差不多 谁要不是家庭困难 谁出来做节目 对不对 好那那个给您出一道哲学题吧 我们六个人好死不死一起去了沙漠里 疯了 被困在当中 然后叫天不应叫度不灵 这个时候我们只有 吃掉其中一个人 才能得救 您觉得我们应该先吃掉谁 我觉得我接下来讲这个话会不会有点恶心啊 没没 您小看了我们这个节目 真的 你看高了我就放心了 我能够说我先自裁让大家吃吗 这是舍身似虎吗 对没错 因为他知道未必他需要说出来你们先分了我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把他分了 对没错 我们肯定首先分那觉得人间不值得的人 可以 人间不值得就先去吃了吧 我们这五个重要年人 哈哈哈 行吧吃吧吃 我这比较嫩 就吃吧吃我吧 可以 哈哈哈 我这个 这个 鲜肉 谢谢 因为我觉得你们五个我谁都下不去口 哈哈哈 其实道长和我比较好 我们这些造型 还能当棒棒糖食 对啊 就是啊 那教授 从经济学角度 您觉得应该先宰了谁呢 我想过两个选择 第一个吃一个 还想过两个选择 让我先吃个嫩一点的 要么呢 要么实在吃不下 就先死 像康永哥这样的菩萨心肠 我们不知道 应该从谁开始下手 肯定吃高晓松啊 肉多啊 康永哥你这叫不计口 小松这辈子吃了多少好东西 你吃他的肉 能够间接吸收到 这倒是吗 高唐僧 我跟你讲 大马唐僧肉 我跟你讲 这才是康永哥的本色 唐僧到哪儿了 其实到最后 整个的情形是什么 当我们已经到了人性边缘的时候 突然卡 来了一辆别克军队 宽敞无比 我们所有人都躺在里面 回到了人间 哎呀 谢谢 谢谢 然后吃了一碗 办饭 那个得加钱 爱奇艺 月祥品质 爱奇艺月祥品质 我先打敏了 我先打敏了 请打敏了